才剛走出電梯就被警方包圍 大聲呵斥立刻趴下 因為不久前 他的朋友買虛擬貨幣 買出一肚子氣 他幫忙助政橫砸店面叫車 當時的囂張氣焰和狼狽落網 成了強烈對比 你覺得這個 到底六萬多會不會在哪 只要動動手指 就能完成虛擬貨幣交易 加上去中心化特性 成了不少投資組的最愛 但是看在資深刑警眼裡 這個案情恐怕沒有那麼單純 過去也常常發生自己人黑吃黑 引發的貨幣買賣糾紛 正常來說 買賣雙方會在官網交易 由畢商釋出虛擬貨幣 買方匯款後 在金融插合就能完成 但是有單筆或是單日金額上限 加上審核機制嚴格 有些人值得用錢選擇場外交易 卻衍生出更多問題 這些交易平台裡面基本上是 你要進行交易之前的話 都要做所謂的KYC 個人身分的識別 可能你就要上傳一些個人的證件 通常不會是單一證件 類似案件層出不窮 就怕虛擬貨幣成為洗錢天堂 行政院日前組成打架國家隊 要從四大面向破解非法手段 從根本剷除問題 徹底瓦解非法金流往來 近新聞陽性王辰毅採訪報導